路加福音四章三十六三十七节 众人都惊讶 彼此对问说 这是什么道理呢 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巫鬼 巫鬼就出来 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地方 权柄就是权威权力的意思 耶稣是用权柄赶鬼 他当年也给门徒们权柄赶鬼 我们重生的时候就有了权柄做神的儿女 圣灵也内住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当我们奉耶稣的名 行使他给我们的权柄赶鬼的时候 鬼也要服从我们了 能力是神的能力的意思 圣灵的能力 行神迹歧视的能力都用这个字 耶稣不仅仅有权柄赶鬼 同时他也被圣灵充满 用圣灵的能力赶鬼 今天主要把权柄赶给每一位信他的人 但是我们还需要圣灵的充满 以至于可以彰显神的大能 吩咐是命令指挥的意思 耶稣不是告诉污鬼离去 他是用权柄命令污鬼出去 基督徒的生活中 其实时常都面临属灵的征战 我们需要时常运用神给我们的权柄来命令 邪灵污鬼离开我们的家中 离开教会 我们不可以忘记 我们基督徒奉耶稣的名 有权柄赶走一切疾病和魔鬼的势力 彼得前书五章八到九节说 勿要紧醒 紧守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 我们每天向神祷告 也要这样每天的来奉主的名 赶足污鬼 早上醒来也要说 你们仇敌魔鬼离开我 离开我的家 离开我的工作 不准来攻击我 只要我们赶他 魔鬼就会被赶走 那么我们就不要害怕 受到魔鬼的攻击